不是 你别追我 放开他 宝贝 你干吗怎么回事 傻叉老板过年加班 天天加班不放假早晚倒闭 你是膨胀的小姜 怎么的 你朋友圈发这个吗 我发这个不行吗 怎么回事小姜 赶紧给我删 我不删 不是 小姜 你是问你自己什么身份吗 我什么身份 我平时被你俩欺负欺负就得了 我自己朋友圈 我还能让你俩欺负了 再说了 我这个身份 我觉得我当个经理都戳手有余了吧 你拿个贱戒 你当经理 你当经理 我搭了吹火 这个是 人对擅长的 就是欺人不强力 还要找到年纪关系 我发给大家了 我发给大家了 老板 我的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公司今年财务 剩下点问题 你这就严实在发吧 不是 他们都有 为什么我的延迟在发 谁不急着用钱呀 老板 你先下去吧 不是老板 你是欺负人 是不是 明白的 不是老板 你这不给我钱就算了 你还打我我脑袋子 你还打算一下 哎呀不是 哎 哎老板 让我妈让我送给你的传家宝 啊 传家宝啊 对啊 老板你看你喜不喜欢 喜欢 那个我妈让我问问你 今天有没有时间啊 然后一起去我家过个年 行可以啊 你看我跟小家一起定 台立好看不好看 嗯 不是洗经理你先出去一下 你先出去一下 嗯 怎么这台立不好 哎呦 这台立不好看吗 哎呀 哎妹啊 你看这个就是我老板 天天让我加班 天天让我加班 哎回来来上来了 你别这事啊 来来来来 走加班去 不是老板今天能不能不加班啊 嗯 不加班拿什么养你啊 我们吃什么呀 不是老板今天我妹来了 我想陪她吃个火锅去 你妹来 谁来也不好使 走回公司加班 不是老板这真的是我妹 你看后面呢 嗨姐姐 嗨妹妹 你怎么想告诉我呀 啊 走吃火锅 啊不是老板不加班了呀 哎呀 加班拿我吃火锅重要啊 走 吃火锅 我还想出现在你家 后面呢 哈哈哈 来来公司第一天你就迟到 去办公室等着我吧 小姜你又迟到了 啊 去办公室能够办 哎好嘞老板 哎你也迟到了 关你啼事啊 哎不是 你是新人来第一天上班 你就迟到啊 还别人玩游戏 不好好反省啊 不是你谁啊 关你啼事啊 哼 我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江北嘴 啊你就是江北嘴啊 不是也不怎么地啊 不是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 啊 没大没小的我跟你说 我乱自立我还是你前辈 你再这样我告诉思思总了啊 继续说呀 我之前那些正大光明游戏 他也不是都说我一句了 哎你 哎不是 你拿来吧你 嗯 嗯 哎老板 姐 不是你抢妹妹手机干嘛呀 姐 这是妹妹啊 你才知道怎么了 长得不像吗 笑笑笑笑 不是妹妹 怎么不跟我说一说呀 哎她来公司上班的 哎 没事妹妹 一会儿姐夫陪你玩啊 你这样会挂坏她的 她要是来上班的呀 姐夫你看我姐啊 哎 没事儿我以后还想进你家门呢 不自己去关着她吗 我选了你选最美的风景 看最长的电影 哎老板 小贾你来了 啊 那个老板 我这两年存在你这的工资得有不少了吧 嗯 差不多有十万了 啊这么多了 那那老板你还给我吧 哎呀公司最近财务出了点问题 你看能不能就 得得有多卖呀 我的意思是用我的余生 不是老板 你当初咱就说好了啊 我吹那家吹老包本的我才给你的啊 哎呀你看这笔钱能不能就当做我的嫁妆 然后我们就 不是老板你可别反悔啊 当初是说好了的 你赶紧给我还过来 行给你 嗯 老板这这这有十万吗 你这哪有呢 我数给你看啊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一千 两千三千四千一万 一百万都给你 不是 你还带这么数的吗 这对吗 要不要 不不不要 不不要 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 这这什么东西啊 哎 老板走啊 我哼不迟走啊老板 不是这个 反我 嗯 哦 老板昨天晚上喝酒是你付的钱啊 那那我 不是这个你手里那个给我呀 啊 这这是你的 晚上我落在你家的耳环 什么情况 哎呀老板 哎呀你今天这批打扮真漂亮 有嘴滑似的 那你想不想看 这身衣服脱下来的样子 可以吗老板 可以啊 你只要这个周末来加班 我就给你看 老板可不许反悔啊 哎好嘞 老板我来了 开始吧 开始什么加班去吧 不是老板你不是要反悔吧 怎么可能呢 我都准备好了 是吗 看吧 不是这啥呀老板 你不是要看他脱下来的样子吗 现在你看到了 不是就这样吗 啊 不是 这把你 我让我跟你说 你怎么偷看牌啊 小江我跟你说 这把你要是赢了 我和美丽总都给你当老婆 行这是你说的啊 经理啊 我要赢了再来一人一个 哎哈哈 飞机 我老婆差点没了 你怎么能这么粗呢 咋了 你应该这么粗呀 飞机 老婆来了 老板 我能借你的车用一下吗 又借我车干嘛呀 我妈给我安排个相亲 我去借一下 我有做完了吗 我做完了呀 不是老板你都没看就不合格 反正就是不借 老板你不谈恋爱也不让我谈了 我妈可说了啊 今年再找不到对象 我就不用回家了 那何止是这么着急 那简直太着急了 那行吧 干嘛去 我不是现成的吗 回家 老板你找我呀 不是小姜你有病吧 怎么了老板 怎么把我手机里通讯录 所有人的名字改成老公了 你去 喂老公 不是 你是哪个老公 不是 不是 老板你不生气啊 不生气啊 不是老板我把你通讯录 改成那样你都不生气啊 不生气啊 你看我今天我这个老公去吃个饭 明天呢我和那个老公去看个电影 后天呢我再和另外一个老公去逛个街 是不是啊 不好呀 啊 你现在还准备啊 后面呢 不不不不 老板我给你改回来行吧 我给你改回 不是老板我给你改回来 哎老板 经理也在呢 嘿嘿 不是咋了啊 你俩干啥呢 干啥 你让老板生气了干啥 哦对 忘倒咖啡了 老板我现在就去啊 你给我回来 你赶紧回来 我说咋了老板 嗯 不是老板我怎么期待你超约的 哈哈 你俩合着会儿亲我是不是啊 欺负你怎么了 哈哈哈 老板 小江在你的保护宰之下 越发的过分 天天上边玩游戏 什么都不敢 不过正业的 不是 我玩游戏归玩游戏 但是我耽误每天给你洗衣做饭了吗 嗯 没长早前给你穿衣服了吗 耽误 耽误了吗 啊 小江你怎么什么都好啊 你说你是不是傻啊 老板我什么都不看你 我什么都不看你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听你买了一个房子 特别好 这个 是吗 嗯 老板你说什么 啊 啊没什么 看你的 啊 你看这个 不是 你像一张美丽兔走 你就直说行了 你给我发什么信息啊 嗯 不是不是这样的美丽 你怎么回事 小江 这就 你真心了 哎 老板 美丽兔也在哪 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哎 老板 要不然咱们一起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那个我不用嘴就能亲到美丽兆 对啊 什么游戏不 不是老板我不用嘴 那也不行 我输了个一百块钱行吗 嗯 行吧 哎 哎哎我输了 我输了 哈哈哈 老板 我也想玩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板 你说咱俩在一起也三年多了对吧 然后这个周周末你能不能出现在我家餐桌上啊 哎 可是哎 小江啊 你过年大叔大叔吃多了是吧 你改吃人了你啊 你改吃人了你啊 我说什么呢 哎呀 不是经理啊 哎 行行行 我直接说吧 老板 我想做那个在你喝醉的时候 照顾你的那个人 我想做那个在你生病的时候 照顾你的那个人 我想做那个给你大把钱花 呵护你的那个人 哈哈哈 你是能做到这些的只有我爸呀 这老板 小江是想当你爸呀 不是接力 不是我跟你说啊 小江 董事长和富人关系老好了 你别想猜猜他们 不是吧 什么 老板 你别 出去 三二一 开始 哎 哈哈哈 老板 我又赢了 选这句话大冒险 选这句话 哎呦 老板 你是男的女的 不是 老板 我都陪你玩了三个小时了 你老这样多没意思啊 嗯 大猫姐 嗯 那老板 我可以玩的过分一点吗 哦 好吧 我闺蜜还在这呢 是 不存在吗 哈哈哈 老板 我想玩的更过分一点 哈哈哈 行吗 那老板 我说了 老板 你能把你闺蜜介绍给我吗 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